之前根据畅销作家《肥我思存》代表作改编的同名剧《乐俊凯》在北京举行的宣传活动 该剧讲述了和论中饰演的乐俊凯为了报仇娶了仇人的女儿叶子之后 在折磨对方的过程当中逐渐深陷爱情的略恋故事 此前有不少人质疑一贯以温柔儒雅的好男人形象行走迎刑的何润东 如何能够胜任这样一个心狠手辣咄咄逼人的坏男人形象 而何润东本人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也的确要用点小方法才能做到这一点 对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必须要在现场喝一点酒 你都是微醺的状态拍的 对 有一些比较虐人 比较残暴的一些戏 对 因为下不了手 太温柔啊 将近你养气眉宇这样 对啊 但是要去捏他 然后又打他又怎么样 我觉得还蛮难受 而在整个拍摄的过程当中 女主角张军令更是要饱受何润东的暴力摧残 虽然他没有到场只是现场发来视频 不过视频里就第一时间控诉了何润东 看到的是我常被劈得打 然后被他推 所以其实我现在现场很多话都想要送给我 现在就安慰一下他啊 用怎么样的方式安慰 有啊 所以很忙啊 那拍摄期间 拍摄的时候就虐他 一下戏就安慰他 安抚他 就帮他当女王这样去服侍他 对 这个到现在还没还完 何润东演过不少爱情戏 不管是温柔体贴的好男人 还是霸道耍狠的坏男人 动弹观众感觉到他的帅气 不过生活中已经38岁的何润东却至今单身 在新剧《乐迅凯》中经过一番虐恋之后 他也想赶紧抓紧时间解决自己的个人问题了 不要等年纪太大 我也希望说大概两三年吧 我可以结婚 然后成家有小孩 因为我希望还是可以那个跟小孩去打篮球啊 然后不要等我太太老了 然后我小孩16岁叛逆的时候 我已经是个老骨头了 然后我也打不动他了 我又完蛋了